既然在AFC,為何不去買好的糕點呢,而在那裏買好的糕點呢 那時候剛好記得有一個限量發售在四季酒店的沙翁 我就馬上打電話去,因為我知道他每天做都不多 你都認識,Shirvango他們說每天都不停錄,已經錄得很辛苦 不知道還在哪裏,打電話去Kickshop,我想問你們還有沒有沙翁 他們說還有五隻,六隻,你要多少隻 我說我要三隻夠了,他們說你快點來,可不可以留給我 馬上衝下來,你在哪裏,我在AFC,那我留給你 你真的很幸運,因為這個沙翁做到三月底 因為我有記,你自己不記得 我記得他有沙翁,但我不記得他原來限量 因為我看到限量那幾個字,所以我經常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我要何時去 我們看看第三張照片,麻煩一下 沙翁,其實我們到現在都沒機會吃了 我問過Chef Ringo,即餅師,Ringo師傅 他說不可以做下去,一來 整個餅舖味有油煙味 他說你做得多,大家炸東西炸到鈕電 因為你焗東西的需要對身體的影響,沒有炸東西那麼大 而且如果你的量那麼大,那就糟了 而且我也覺得如果真的在做Paste Street Chef那些 他不會想在那裏炸沙翁 我記得他說過,因為炸沙翁,每天他要沖完糧才回家 因為整身都是油煙 而且我想他們的廚房不同,一般中式的廚房 他們的秋氣都不一樣 是啊,那是瘋子,所以就必須要點到即止 吃到很開心,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好吃,而且他不會過甜,一般人最怕什麼就是過甜 還有一個好像拖匪的醬 那個我真的覺得點完是一個滑龍點睛 是啊,再結尾,不能長時間做,看看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可以暗中做,暗鉗或者在家裏做給你,晚上拿 暗中做,在家裏做怎麼做,做死 在家裏炸沙翁可以的 但是你要在那裏搓,搓粉其實也要低溫一點的位置才行 開超級冷氣,因為我自己在疫情期間 最初一輪,我只設定目標,因為我經常拿到九六面粉 於是設定目標,不如試試做Skong,最後做到的 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味道,Skong做到嗎 對我來說很容易,因為我的焗爐是一個 對著我二十多年的小烤爐仔 這個焗爐其實不是做到很多東西 是呀,但是Skong是做到的 是做到的,已經搞出哪隻牛油 什麼?好不好吃? 好吃,我有做給朋友吃的,試過的 但是要新鮮吃 你做的時候就發覺,原來天氣一熱就真的是大件事 因為你的牛油會溶,你不能讓它溶 即是等於搓酥皮,其實我自己試過做蝴蝶酥的 由酥皮開始搓,不是買現成的酥皮 那些就是真的,你的牛油一定要急凍 出來你就要搓,然後搓完你放在那裡急凍 如果天氣熱開始現在這樣,你的身體熱,你的手又熱的話 牛油就溶得很快 我是有這個問題,我的手太熱了 譬如我以前學擠朱古力花,為什麼我擠不到 因為人家要冷才能成形 冰凍之手 你知道我們這裡很滋陰,經常沾頸筋,整身暖 做的時候一來要開大冷氣,要冷靜 你心急就會熱 沒有關係,我本身的手暖,那你就難擠 那你只可以做大地之舞,不可以做冰凍之手 那我怎樣?所以我放棄,我覺得我不能做你 所以我可以沖咖啡 或者你定時放一堆冰在旁邊 有什麼事放在手上 我覺得很痛苦 那你要做成功的餅才會這樣 我沒想過 所以你買就算了 所以我不成功,但去到當然不放過,不會只是花翁 然後看回第一張照片,那就是它經典的玉桂卷 即是百尺不厭 這個我也是聽你介紹的 因為我喜歡吃玉桂卷 你覺得這個合不可以? 這個可以的,我覺得在香港很難買到這個質素的玉桂卷 是的,而且我很喜歡這個麵團 它本身你一吃,你知道它發酵得很完整和很成熟 是的,其實玉桂卷最大的問題 你外面很多都不好吃 就是他們用一些,因為玉桂是很貴的一樣東西 是的 那你捨得用漂亮的玉桂和不漂亮的玉桂 你沒理由分不出 你喜歡吃玉桂卷的人就明白 玉桂的味道你沒理由分不出 而且焗完之後那股焦糖的香味 你沒看到它好像很焦,其實不是 不是的 其實我去了兩次才能買到 第一次買到 不過你不會 但麵團真的因為成熟,發酵得很成熟 所以焗完之後 你咬下去它又不會黏牙 又不會上去上網 是一個完整整,吃下去是很舒服和很香味的味道 譬如有些人都會怕玉桂,玉桂很奇怪的榴槂 喜歡的人很喜歡,不喜歡的人很討厭 但這個不是像你那種,很貴的 它就會平衡的 是的 下一張照片就是它的Skone 其實Four Seasons的Skone做得真的挺好 是的,真的算OK的 而且它也是這樣,又會跟回你要的Cutter Cream 很必須的,你多肥也好 這個外賣都包了 是的 那就好 香港很多地方都做Skone 其實我覺得 我沒有吃過 其實我因為英國或美國吃 我覺得那裡比較好吃 你覺得英國或美國比較好吃 包括美國 我試過在美國加州帕斯丁娜那區 Huntington Garden 一個富豪的花園 死了了,開放的 哇,那裡露天的咖啡室,那個Skone真的很好吃 還要是很小隻和不同味道 而且你吃到好吃,如果你真的喜歡吃東西 你那個味道是很難看的 而且他應該預料你什麼時候訂桌子 他來呢,他剛剛焗熱給你 他應該剛剛出爐給你 那你還不好吃,因為你上局就差一點 是,這個就是你待會有一個外賣的T-Set 都可以說這件事 這個也好吃 另外看第四張照片,有一個生日蛋糕 有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有一個很喜歡吃黑森林的人生日 他每一年去不同的地方都會找黑森林 所以我都會問,你還在哪裡有黑森林吃 那有一間說是很有名的 但我有點猶疑 因為被他種過復藍 我復過的在現場吃 所以我就不便宜 叫做很貴,不是不便宜 那個復的那塊糕呢 我那次跟一個著名KOL聊天 他都說是復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跟你說復的時候 你立即跟我give me five 你說是個個都告訴你很好吃 但沒有人跟你有同感 跟我一樣說復的 我終於找到另一個KOL跟我說是復的 原來我們只有三個人 這個世界只有三個人覺得是復的 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個個說這麼好吃 就不管了,一塊水一塊都去吃 誰知道復到 誰知道復到拿破崙是軟的 現場吃都是軟的 然後他就說,那你買回去多久 我現場吃 我的KOL也是這樣說 說現場吃都慘了 是啊 所以 悲哀 我對好吃跟不好吃的東西都會很深刻 所以那間餅店的 那間餅店的黑森林你都不會這樣說 他說如果你說是便宜的,我都試,但實在是貴 又這樣說的,雖然貴,但他說是兩磅 一家三口吃兩磅蛋糕做什麼事 但如果不好吃,這兩磅很難捱的 那這個也是,一磅都不迷你 我不會吃啊 那我會先對Chef Franco有信心 所以Fall Season呢,以糕點來說呢 我覺得除了他之前吃的那個,有個美式,很甜的那個 有Mochi的曲奇餅,我不是有差一點呢 那個我差一點,因為我口味上我真的吃不到那些美式曲奇餅 距離看所有麵包糕點都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就說,我沒吃過的 但是我說,起碼我肯定不會差 對呀,他用料一定漂亮啦 對呀,肯定不會差 差在口味適不適合你 但是我OK的,我真的覺得OK的 應該不是很甜的 我們在一晚裡面KO了 一磅而已,一晚一定可以 但是都很大,我們吃完飯,三個 哪個生日啊? 我老公 那個名字是什麼? 他的英文名字 他叫Cafe? 什麼呀,中文的英文譯音 對不起,我以為是誰 你想想三個,其實是大的 我不覺得很小的 你們這家人是另類的 其實我猜我吃了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三是他們倆吃的 OK 但是應該這樣說 他們就說,搞錯你一家吃完整個蛋糕 我說又這樣說,是因為好吃 如果不好吃,大家都不如明天再吃 明白,先放在旁邊 因為你覺得好吃,你又不想 隔了東西會不會那麼好吃 那你又想吃完 接著我們跳到第二個檔案 嘉莉酒店的外賣下午茶 以前那一陣子就買過的 你覺得他OK的是不是? OK的 為什麼我外賣又是因為這樣 你只有兩個人,我一家三口去不了 坐在那裡吃,沒理由 第二個隔壁,我覺得很奇怪 那不如買回家吧 明白 他們也是的 例如你打去訂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說 你不如去某一個APP訂 他會告訴你,有狗子的 明白 其實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你要,我都不是很 你做大事的 那他們就告訴我 我說那個是什麼 總之你去APP,下載這個APP就可以了 我說你打個名字給我聽 我就去下載這個APP 上網賣就有狗子 然後你去訂 你要設定時間,告訴你什麼時候來 後來那天我要遲些去 我記得 我就打電話去 我要遲些來 其實我也是怕他已經整定在那裡 明白 了解 然後我打給他,我要遲些來 他說,幸好你早打來 他說因為我們會是你預定的時間 半小時才會叫師傅開始整理那份 了解 不如你什麼時候來 他說你什麼時候來 我就什麼時候載 我就說,不如這樣 我出車打給你 然後他就說,很好啊 所以結果我自己開車 出車之前我打給他 那就真是整件事很完美 那些東西都很漂亮 你回家又不會塌了 然後我只是翻焗了Skone 整件事好像連咸甜點 每一樣東西都OK 又不會過甜 我看下一張照片的包裝 我記得兩年前2020年 當時下午茶的市場突然抱爆 人人都是一個TZ 那時候是一個圓墜營 那時候我們特地去那裡 拿一份過來這裡 即是常做節目 但現在這個盒裝包裝 其實會實際一點 也是容易拿的 還有他有一個攝石 他最初就這樣一個遞給我 然後他拿著絲帶 但他就遞給我 我說你是否打算和我綁架絲帶 他說我打算你外面的車停在這裡 可以這樣綁架 我說是 但是這樣我容易 明白 抽住 而且我怕你的攝石一打開 我就整件事很害怕 到門口就掉了 你綁絲帶起碼令我覺得固定了 那樣東西 他都有做的 他們就會這樣包住 另外他還包了兩杯凍飲 是凍飲 我覺得他現場這個凍飲 他是包熱飲的現場 我覺得你可以說我要一杯熱茶 他就給你一個茶包 但又不安全 但是他那個凍飲 他擺得很好 他們就會有兩個 好像你外賣咖啡 有兩個 一個cup holder 擺了兩杯凍飲 我們覺得他就反而是因為你外賣 你這樣就會兩杯凍飲 不會說反對整件事太噁心 明白 除非你就肯拿兩個茶包回去自己沖茶 明白 那你給兩個茶包我就不用了 家裡打包茶包 明白 那是開心的 整件事都是 明白 我跳了一張照 有一個鹹點 這個挺英俊的 這個挺英俊的 這個是蝦來的 是呀 吃用花也貴的 是呀 你還看到有魚子 是呀 是呀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你 我記得你也有看過 其實這些 afternoon tea set 都挺貴 我覺得不划算 你就會介紹 不如便宜一點再加一個蛋糕 你又這樣看過 但這個因為我看完它的菜單 我就覺得它的蛋糕 即它用的東西 都不是隨便的 是呀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都可以 另外後面的就是蘑菇批 所以都英俊的 英俊兼好吃的 連那些醬都很好吃 下一張照片應該是一個塔 這是一個人心雞 人心雞 人心雞塔 但我記得我在看別人的留言說 沒有什麼人心味 你想怎樣 我笑了 我又覺得 你 是一個甜品 即是一個甜品 你覺得如果給很強烈的人心味 你都不想 我覺得 這個也是鹹點 其實你看大人心味也不太配 對呀 所以我反而覺得OK的 最後一張照片就是Skunk Skunk OK嗎 OK呀 因為這個Skunk不是一般的提子 它是無花果 這個也是吸引了我去的其中一個原因 它又不只是提子有幅片 它也是整件事 是略嫌的Cutter Cream 太小的花 只有這麼多了 不夠了 這四個 明白 是的 跳那張照片 有一個是綠茶東西 Green Tea Show 即是那個 這個才是綠茶Puff 是的 另外那個 剛才走的那張照片 應該就是 開心果 你覺得哪個好吃一點 開心果 開心果 其實它整個 開心果Mose 是的 這個開心果Mose 整個TZ 我覺得最普通是綠茶Puff 因為經常都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你吃到它用美麗的綠茶粉 即是不噁心的 但是比起其他很特別的 它就平凡了 明白 我覺得嘉禮酒店 現在都是疫情酒店 是嗎 應該是 但它的口袋會照開 是嗎 中菜都照開 在那邊我見很多人 如果疫情酒店可以這樣開 可以的餐廳照開 我不知道 但可能它從另一邊入 我記得嘉禮酒店還是疫情酒店 所以沒有人說要去Staycation 如果我還知道 可能不去 哦 現在都沒什麼 那都很快 現在都會被外國遊客過來 停車進去拿完就錢 即是外國回來香港人住 所以都沒什麼 希望以後 如果它已經不是繩酒店 就去試試Staycation 其實它環境漂亮 而且我覺得去做食物是認真的 是的 房間都漂亮的 所以那時候Staycation 有些人說 剛才我們伏了那間酒店 有些人說Staycation 我不會去的 那裡很貴的 就算你便宜也不會去的 然後他們說 為什麼 因為我吃過幾間餐廳都不好吃 我覺得如果你去Staycation吃很重要 其實是否吃也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考慮 那次呢 中菜我覺得不好吃 那次我去了Four Seasons那間Staycation 本來是預約了那間 後來因為Four Seasons計算過條數 價錢一樣 然後我說Four Seasons好吃一點 然後吃了那麼多 於是我cassle了那間 然後去了Four Seasons 除非你很喜歡很多人 KYR很喜歡那個浴缸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吃東西很重要 是啊 因為我喜歡吃中菜的人 他喝茶又不好吃 我吃蛋又不好吃 那我去做什麼 人生已經沒有好東西了 那我就 我不想 是啊 明白的 是啊 如果我做你我對的 其實選Four Seasons 我也覺得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